今天出来买点菜 不小心把边的奔驰给蹭了 这可咋办 老公会生气吗 这得赔多少钱呢 真是攒着攒着窟窿等着 这还有一样 什么样的都有 一堆这个 这个葡萄480 这个280 这个130 这个380 这个好像一百多元 这是日本的偶修 这个地方小欠人 儿子买个汉堡 花了我就收一块钱了 Hello 大家好 我是远家日本人的任君姐 这不今天出庆吗 结果回来的时候 不小心在停车场 把人家车给关了 一个奔驰 然后我这边是这样 这个我都不用修 因为我这自己修就行了 哎呀 这家太可怜了 这个奔驰啊 白白的让我给他刮花了 然后他稍微蹭点皮 不过这家就好几十万 我不记得 叫了警察了 然后我觉得现在通知 保险公司 把人家的车给弄得 花里胡哨的 然后呢 警察说你可以先回去了 然后他会贴上纸 等着那个人联系 然后警察再让他联系我 联系我之后吧 我再联系那个谁 那个保险公司啊 就可以了 反正挺方便 也不用你一直在那等干啥 其实我这也够碎的啊 这一天你看看 出去就累死我了 然后回来着急忙慌的干啥 可能是喝这个水喝的啊 然后往边靠了一下子 就就就就就把人家车给蹭 蹭的还是个奔驰啊 没拍过没开过奔驰吧 我这家蹭一下 嗯 沾沾瓜 你看大家看我是不是 心理素质挺强的 哎 已经不像那个年轻的时候了 感觉什么都能成熟 能用钱解决的事 也不是啥大事 心理上呢 也没有像以前 只要遇上点事 哎呀 那个头疼啊 事还没解决完 这头已经爆炸了 烦自己 为啥刚才不小心 但是现在没有了 现在感觉已经发生了事了 只要得想办法去解决 因为我已经是大人了 不是小孩了 加油 把这个损失的钱再挣回来 嗯 这叫什么来着 呃 攒着攒着窟窿等着 我啥都别说了 怪不了别人 看看磨出皮了没 磨了 这是这样的 人家便宜了 我去买一个东西擦一下 开车吧这个小商是挺多的啊 所以说我前几天就想买了这只 我想在网上买一直没买 这现在好蹭大了 不买不行了 跟那个警察聊天 那个警察说 他是新加坡和日本的这个混血 他说也可以当警察 啊 就是原来他有双国局放弃了一个 他说工资还挺美丽 哎 也有奖金 哈哈哈哈 聊得还挺好玩 到这儿买一个 看看这里 Kizu Kashi 哎就这玩意儿 我告诉你 上回就买了这玩意儿 啊 就这 这里700座 那边500座 就这个就行了 就这个就贼大好市 768 然后再来一个这个 买个这个是什么 这个行吗 应该是这个 应该是这个的 嗯 这个 我就做了 肯定能弄没 网上买的话这500块 在这买800多 多300块 80块钱 修一下 来 都往那边 哎 哎 这帽子都是呢 照一个像做个经验 嗯 照好了 啊 好 你都是呢 没事 我可以把它给修好啊 没事 我自己修 你去吧 你给我拿我的那个帽子来看吗 哎 不错了 手里有一个 哎呀 怎么样 差不多了 这不还有点墨 弄不下呗 刷一下车吧 就是 每天真下 Saya 进 Olha 我便宜来 好了 今天 vil Sae 没有 好 hi 你看 surviving 出来了 dad percent 内 Gast видел 吃 古 在她的 几乎没留什么痕迹 赶电话了 等一会儿等它干了之后再弄弄这个 这是完美的 能跑就行了 是吧真不好意思啊 把你给弄的满身上都是小创伤的 跟我一样今天看一下明天看一下 这个臭大姐很漂亮 又长得还挺可爱的 就是有点太小了看不得清楚 这是小孩弄的小划绳 等一会儿再用这个 这就完美 创了这一下子创了个六万块去 六万是三年 就是那个给他交的保险费 可能是三年要涨六万 反正他跟我说的 我感觉那个奔驰 要刮那么一点点边 我感觉六万他就打不住 他说等他来联系方式了 让我告诉他 然后干了六万 又没六万 来电话了 然后我说真的不好意思 问你的车给挂了 他说没事没事 他说那你找那个保险公司修吗 我说是 你把你的名字和电话号码告诉我 然后我告诉保险公司 保险公司就会联系你帮助你修理 我说真的是不好意思了 他说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是个女的 快死带哦 他说的 没关系 那没有关系 他没关系 没关系 他也没有关系 那是女的 那是女的 可惯 他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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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不怕 他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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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步开始的 阿兔的小姐妹是